美国总统拜登将会在12月9号主持线上民主峰会 台湾受要参加 不过大陆跟俄罗斯却被排除在外 我想美国民主峰会邀请我们台湾参加 这个是一个对台湾民主成就的肯定 那我们都感到很高兴 我们也希望唐政伟在这个民主峰会上面 能够对美国对全球发表说 我们台湾在这个民主成就上面 在科技上面如何来捍卫我们的民主 所以这个是一个值得我们高兴的事情 总统蔡英文开心的在脸书公布好消息 即将登场的美国首届线上民主峰会 将由驻美代表萧美琴跟政务委员唐凤代表出席 不过令人疑惑是高规格民主峰会 竟然不是蔡总统亲自出席 美国这次邀请的模式 很明显是参照了APEC的方式 也就是邀请我们国家元首出席 但是希望他指定相关的官方代表 这样子如果成为一个常态的话 我比较担心的就是 在未来我们邀请的这个对象 可能都会如法炮制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在参与的国际的层次上面 可能就没有办法再有进一步的突破 这样的一种邀请的方式 会不会变成新常态 降低我们国际参与的层级 此次民主峰会将会有100多个民主国家参与 共同讨论 防范威权主义 打击贪腐 以及促进人权等三大主题 不过在此同时 美军正巧巧的增加驻台兵力 美国方面有些人希望拿台湾这个东西 继续的刺激中国大陆 所以他也刻意放出这个消息 包括美军在台人数的增加 希望能够变成美国在这一方面 以台制度的一种筹码 当然台湾必须要更加的小心 在美中关系敏感时刻 台湾受邀民主峰会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更严正警告 大陆反对美国台湾 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 不过如今美军驻台人数与军种曝光 更考验了蔡政府如何应对 不让台湾成为美中角力下的牺牲品 记者郭先阳李嘉宇台北报道